好啊经过了大概一个半月的等待吧 我的索菲亚的衣柜终于到了 然后现在我们约了送货师傅 我现在正在楼下等送货师傅给我把货送过来 然后他们是这样的 送货是送货的人 然后安装是安装的人 他们今天下午把货送过来 然后搬上楼 然后明天约的安装师傅上门来安装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流程 我们约的是5点钟到楼下 5点钟到楼下 我已经到了 昨天我们过来的时候 这里还在挖管道 这个地方都是沟 前面还有一个沟 然后车还开不进来 但是今天可以开进来了 不影响他们送货 来了来了我的货来了 太棒了 满满一车拉了满满一车 我下去迎接一下他们 就是这一车 索菲亚的吗 你们多样时间能搬完 还有半车吧 一会儿再换一下 还有半车 因为我们一车拉不下去车 哦好吧 所以车现在需要点时间 结果还有一车要过来 行好 这么多 那就堆到这块吧 我们现在要腾出一块地方 用来堆放这些货物 师傅们正在往上搬 已经上去一趟了 师傅们正在给我搬柜子 车进不来吗 嗯 车不进不 啊 第一车卸完 第二车到了 已经搬了这么多了 这应该是我的桌板 电脑桌的桌板 这么大一张板子 这个应该是背板吧 背板背板 这个叫什么 肥主拍是吗 呃运动相机 这一趟全都是大板子 对 小心把这小车往哪儿 哎呦 这次我的床 看一下这些索菲亚这些柜子 全都是 每一张板子都是包得好好的 这样子运过来的 包装的非常仔细 出厂的时候全都包成这样 37383940414243444563646566 好了终于搬完了堆了一房子 整个客厅都占满了 总共是152件货 然后这是我的档案袋 这里面是图纸 到时候安装师傅过来的时候 要看这个图纸来安装 这就是我索菲亚所有的衣柜 就这么多 太多了 比我想象中还要多 这还不算厨房啊 厨房还没来 因为厨房跟所有的衣柜 是分开来的 呃厨房差不多 还要一个星期之后 嗯 咱们先装柜子 然后厨房来了之后 都在装厨房 啊今天就先这样 先回家 炸到不出发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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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